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由TVN推出的剧《类之女王》 不仅找来好久不见的金秀贤与气质女星金志愿出演男女主角 播出前话题不断 甚至在第一集就创下5.9%的收视成绩 讨论度不断 两人预计创造更多浪漫经典场面 接手普出采法精英罗曼史 准备投走全世界粉丝的心 在《类之女王》先前曝光的剧照中 出现金秀贤与金志愿站在花朵簇拥的花园中 两人交换戒指的世纪婚礼场面 华丽浪漫之余 更几乎复刻了爱的破祥 玄冰与孙一珍的婚礼现场 让该剧播出就引起一番话题 实际上该拍摄地点就真的选在 玄冰跟孙一珍当时婚礼的 Walker Hill高级酒店 编婚礼布置 新娘新郎站位也跟玄冰跟孙一珍的 世纪婚礼一模一样呢 特别是《类之女王》和《爱的破祥》的编剧同样是朴志恩 更让人觉得就是在《相破祥》CP致敬 十分有趣 除了首集世纪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外 金秀贤的哭戏也再度获得好评价 这次《类之女王》除了演员阵容强大 OST阵容也不容小觑 找来了Seventeen BSS 福硕顺、十里米、Scrash、金纳英、Paul、Tim、崔玉瑞、Isaac Hong、Subinodary等人演唱 其中 BSS也特别录制影片来宣传助阵 《类之女王》第一首OST主题曲演唱者便是BSS 为了影剧以及歌曲的宣传 辅盛宽、DK、李硕明以及Hoshi全顺容三人也特意录制影片和剧迷 粉丝打招呼 歌曲《总是令我微笑》将在10日晚间6点公开 BSS总是令我微笑讲述的是男 女主角龙头里里长儿子白贤宇以及Queens集团采伐三世红海人 两人在感情中从无到有 并且重任爱火的瞬间 轻柔的旋律和深情歌声 都让网友表达了期待 自先在《类之女王》上线记者会上 时隔三年回归的金秀贤 在开场的时候直接说道 这段时间感觉像是去当兵了 但其实在这个时间内我没有休息 也是一直在努力寻找工作 直到遇见了《类之女王》这个剧本 剧本很爆 且有非常多的转折 让我没有理由不加入这个团队 而且白贤宇这个角色有很多魅力 像是精致 聪明 固执 我想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让人又哭又笑 而主持人问道说 觉得有没有信心可以掳获全世界粉丝的心 金秀贤也腼腆回答 是的 我尽力了 金星元导演也表示 金秀贤真的很了不起 从20多岁开始 就已经展现他的出色演技 而且这次我们的演员都是原本想象中的首选 没错 这次是金秀贤退伍后 时隔三年回归小荧幕的作品 加上还有以我的出走日记爆红的金志愿加持 以及在之前的制作发布会上 导演也曾放话表示 可以期待金秀贤在剧中出人意料的演技表现 因此让不少观众可以说是相当期待 由于剧情讲的是一对结婚三年 女强男弱的财阀夫妻的故事 尽管当初因爱而选择结婚 但成为驸马爷的生活却并非想象中的容易 因此在经历了三年的婚姻生活后 不对评的两人使婚姻遭遇危机 金秀贤在剧中扮演的正是若男代表白贤雨 由于算是男版的麻雀变凤凰 几乎是以入赘方式进入财阀家的她 可以说是毫无地位的存在 妻子不仅是公司的上司 面对岳父岳母的指示也只能乖乖照做 让她萌生了想逃离婚姻的念头 然而在最新播出的一集中 金秀贤因为婚姻与职场生活的各种郁闷 让她忍不住找朋友借酒交仇 甚至连和朋友出门喝酒的聚会 都被女方家里派的随护紧盯不放 让她更是有苦说不出 虽然白贤雨这个角色与过去金秀贤扮演的角色形象 有着许多不同之处 但也有网友在看了播出后 纷纷大赞金秀贤的演技 尤其是喝嘴的宝笑演出 备受许多好评并纷纷表示真的太可爱了 由金秀贤、金志愿、调承勋、郭东妍 李主斌主演的新剧类之女王剧组 3月7日举行制作发布会 在剧中上演男版灰姑娘故事 而受到粉丝期待的金秀贤与金志愿 也分享了与彼此合作的感想 时隔三年回归的金秀贤表示 我不是去当兵啊 《类质女王》是爱的破详 编剧朴志恩的新作 剧情讲述的是 Queen集团财阀三世兼百货店女王洪海人金志愿 是和龙头里长的儿子兼超市王子白贤与金秀贤是 三年夫妇的金贤危机和奇迹般重新开始的爱情故事 金秀贤既来自《星星的你》之后 与朴志恩编剧再合作 时隔三年以新作品回归的他表示 并不是像入伍一样度过空白期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好作品 就这样遇到了《类质女王》 这也是我第一次扮演夫妻角色 并表示想体验并表现白贤与的坠续生活 他强调这个角色具有各种魅力 我想把细腻、智能以及耸有趣地融合在一起进行演技 金秀贤导演也表示 我想看看金秀贤这个演员能可爱地毁掉形象到什么程度 在原本就知道的魅力上又加分了 金志愿继2013年的继承者们后 时隔许久以有钱人角色回归 他表示 过去刘瑞秋是一个急躁 渴望爱情的角色 现在则是游刃有余 拥有的东西也很多 一定会展现出成熟、从容的职业女性形象 金志愿透露自己也上了一些有关财阀的课程 在造型上也多花了点心思 他笑着说 虽然也有我准备的东西 但是制作族们把现场装饰得非常豪气 得到了很多帮助 而且因为饰演了有钱人的角色 所以在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的环境下 进行了舒适的拍摄 金秀贤称赞金志愿 她是关怀女王、集中力女王 在现场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在拍摄过程中 我也有失去重心的时候 看着金志愿重新找回了重心 身材这么小 能量却非常大 得到了很多帮助 金志愿也对金秀贤表示感谢 金秀贤是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有趣愉快的人 在拍摄现场受到这样的能量 带着太多的担心和忧虑去了拍摄现场 和金秀贤一起配合后 感觉紧张感渐渐缓减了 除了金秀贤与金志愿 男二朴成勋 弟媳CP 郭东妍与李主斌也很值得期待啊 真的好喜欢 《泪之女王》的卡斯阵容啊 而在《泪之女王》首播的晚上 金秀贤竟然去看 IU演唱会了 IU时隔两年 再次举行演唱会 H12 World Tour 首战连续两周 在首尔开唱 而在3月9日的演唱会上 粉丝捕捉到IU的多年 好友金秀贤也来到现场 但要知道这晚其实也是金秀贤主演的《泪之女王》的首播啊 而在演唱会上 有粉丝捕在观众席上捉到了金秀贤的身影 她头戴黑色鸭舌帽 专注地看着IU的演出 不过有趣的是 其实金秀贤的新剧《泪之女王》也在当晚首播 IU演唱会大概晚上8到9点结束 而剧则在9点10分播出 看来在新作首播与好友演唱会之间 我们秀贤欧巴选了后者 这有请小编要哭死 金秀贤与IU因合作 2011年电视剧《Dream High》而结缘 在剧中饰演一起追梦的同班同学 宋森栋与金秘书 之后2015年 两人在制作人中再续前缘 上演傲娇女明星倒追憨蒙PD的戏码 当初小编真的好嗑这一对啊 2017年 金秀贤更现出自己的第一支 也是唯一一支MV处女秀 担任Ewanding Scene的MV男主角 而金秀贤退伍后的第一次正式露面 就是一起客串IU主演的电视剧《德鲁娜酒店》 当时他不但亲自去剧组探班送咖啡车 还在剧中特别出演张满月接班人 蓝月酒店老板 给观众留下强烈的印象 之后金秀贤也出席过IU电影《处女座》 婴儿转运站VIP首映会 并给他鼓励 为他的电影Dream送上应援咖啡车 十多年的友情持续至今 真的很让人羡慕了 碧桑 祢